卡比这么可爱 为啥会被玩家称为粉色恶魔呢 可能是因为能力太过强大了吧 本期就来盘点下探索发现中 所有能够塞满嘴的离谱能力 1.三角头和寂静领不同 人家最起码用武器攻击 卡比是真的用头去攻击 只要建筑物有裂纹 比如地面或者水管 一个头机都能干碎 不只用来开路 也能用来打怪和boss 放大看有将近一半的路障漏在外面 一开始我以为是bug 后来才发现 所有塞满嘴的能力都只是含住 并没有完全包裹 可能是怕吐的时候不方便吧 2.自动贩卖机 攻击速度又快还是远程攻击 唯一缺点是有弹药限制 不过我们的卡比可是环保大使 浪费的饮料走进可以回收 如果不是满血 射出的饮料也可以直接充当回血药 废物利用了属于事 3.汽车塞满嘴 在加速状态下碰到敌人一击必杀 特定情况下也能用来开路 某些关卡还隐藏着赛车小游戏 亲自上演一把速度与激情 也是我最喜欢的形态 只可惜无法摧毁巨石 不过最后有个升级版可以无视巨石 咱们后面再讲 第四个巨蛋塞满嘴 虽然名字叫巨蛋 但吸附的其实是水箱 且只能用来找到隐藏道具或者瓦豆鲁迪 并不能用来移动 和它类似的还有第五个 植物柜塞满嘴 通过打翻柜子进入隐藏空间 如果是和墙面一体的柜子怎么办呢 当然是连同墙面一起打翻 说它是粉色拆迁队不过分吧 六 阶梯塞满嘴 可朝不同方向压死敌人 但最终的目的是移动楼梯前往高处 仔细看卡比的嘴是闭合的 这也是少数能整个吞下的物体 第七个 作业车塞满嘴 吃掉它可以前往更高的平面 也能利用上升时的速度将敌人弹飞 可惜只能在轨道上左右移动 下一个是我认为最有趣的形态 过山车塞满嘴 仅在乐园和工厂的特定区域出现 配上周围精美的风景 在游戏里坐过山车都是一件美事啊 毕竟这玩意儿对场地要求极高 整个故事模式里就修建了两个 有点意欧未尽对不对 九 水管塞满嘴 和过山车一样速度极快 但你没办法主动减速 只能一路横冲到底 所以结束的方式非常狂野 还好卡比的韧度够强 撞扁了也能马上恢复 十 圆圈散满嘴 此形态一看就像个鼓风机 可以轻松吹翻敌人 也能远长触发机关 最重要的是站在船上可以充当船翻 不需要芭蕉扇就能自给自足 零课可得好好学习一下了 十一 半圆散满嘴 比如花园门口的拱门 吃掉瞬间变身滑香液 体验开飞行器的乐趣 十二 灯泡散满嘴 某些地区没有光源 只能吃掉灯泡手动发光 靠近也能给设施供电 开启相应的道路 不过发光时走路的速度会变慢 所以遇到危险时要记住路线摸黑前进 相当刺激 十三 水球形态 卡比整个人就像装满水的气球 吐水可以净化有毒地面 也能给植物浇水获得奖励 最真实的是一直放水 水会吐光 只能再次去水管处接水 看来老人在细节方面还是很讲究的 最后一个 游戏中的最强形态 卡车散满嘴 是击败最终boss的关键 在艾飞灵的加持下 无视一切障碍 和boss的冲击波对峙 最终将其击败 关闭宇宙裂缝 拯救世界 行之卡车失锤了 以恶搞著称的开放世界游戏 黑刀圣徒最新作能有多离谱 在这个没有超能力的时代 跳跃即起飞 瞬间展开滑翔翼的设定 标普侠都不敢这么写 因为你不仅能靠滑翔翼上天入地 下落瞬间击飞敌人的同时 还能立马回到飞行状态 或者随时降落到自己和他人的爱车上 这个操作可能是从隔壁里科那里学的 演示中主角还使出了火焰拳 把手雷塞进敌人嘴里后抱起 将其扔掉 官方说这游戏没有超能力 你信吗 其次是脑洞大开的车辆改装 007专属的弹射座椅 在这里变成了最常见的改装项目 和怀象翼配合 真正做到了想去哪就去哪 小时候都看过四驱兄弟吧 车辆底盘加装锯齿的操作如今也被复刻到了游戏上 只不过刀片隐藏在轮毂里 杀伤力依旧很强 每时肌肉车和皮卡的还能改装车勾 用来运输载具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勾住大号牵球后甩尾 极具观赏性的同时破坏力也相当惊人 当然最常见的氮气加速也被保留 战斗系统中 明明是第三运车射击游戏 竟然加入了动作游戏才有的翻滚闪避 而不对 这个好像前作就有 车辆上的战斗更加不切实际 别的游戏都是在车内射击 而黑道圣徒为了方便自己瞄准 直接爬到车顶上射击 不过这似乎也更有利于敌人瞄准 开车同样可以近身肉搏 有点类似热血无赖那种横向飘移 有了这项功能 开车都变简单了呢 武器方面 相比前作略有收敛 眼前一亮的是隐藏武器 比如把手枪藏在手套里 步枪藏在鱼伞里 火箭筒藏在吉他里 其余的还有中世纪斧头 玩具锤 电击枪 和能把人送上天的年性气球 可惜最出名的紫色武器并没有出现 希望正式版中我们还能见到它的身影 敌对帮派依旧分为三种 第一个是富有的马歇尔帮 擅长利用各种高科技武器来攻击玩家 第二种偶像派 以头戴屏幕的赛博朋克青年为代表 人数众多 据说是某沙漠电影节的粉丝 第三种 豹子帮 武器落后 更加注重锻炼的他们 往往以魁梧的身材是人 公鸡不喜欢用枪 但都略显无脑 不过这伙人在载具方面很有研究 美式肌肉车是他们的代表 所以各位玩家们 准备好在新地区大闹一场了吗 谢谢大家